我們從2007年開始做肌膚檢測 然後就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早期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老師都跟我們講說 青春痘長出來會發炎 所以越青春痘越發炎 可是我們在肌膚檢測之後發覺很有趣 我們初拍的時候 每個病人包括不管指肉啊 酒招啊 或者有一些像迪卡介紹來的一些病人 他們的皮膚看起來上面都一層平平的 然後完全沒有紋路這樣 然後可是他一旦長出痘子他就退紅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有趣 跟我們以前念的東西是不一樣 就早期我們都覺得青春痘以後會讓他發炎 因為青春痘是一種發炎嘛 越青春痘發炎越厲害嘛 所以很多醫師都想辦法擦A酸啊 吃藥啊 去控制發炎 可是我們發覺其實不用 你只要把那個角質掀開 然後讓皮膚能夠透氣 然後甚至他看著長青春痘 我們有很多案子可以很清楚告訴你 當這個人這邊長了一個痘 旁邊就消掉了 很像那個噴泉噴出來 或者那個壓力鍋打開後 然後就消氣了這樣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想要退紅 你不要讓皮膚的代謝 比如說像脫皮啊 像脂肉的脫皮啊 像敏感肌的紅啊 像九糟的紅 你只要讓他能夠正常的代謝毛孔啊 代謝汗孔 他的那個紅就會退掉了 這就是我們認為的壓力鍋效應 既然了解了悶鍋效應 那我們就來談怎麼治療 基本上我們在做記錄監測的時候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在傳統我是那個 台北市醫生愛醫院皮膚科訓練出來 然後所以我算傳統的皮膚科意思 我們在傳統治療裡面這幾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然後發言呢原因不明嘛 就發言 可是我們在做記錄監測的時候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 他們都有一個同樣的概念 就是皮殼都很厚 就是腳質的堆積很厚 然後這個腳質堆積很厚 不管是先天或後天先不管 你只要把腳質重新的乳化 然後讓它毛孔打開 然後長豆長油 然後之後它的豆子跟油 就是豆子跟那個汗水 也不會讓你長豆 就一開始 它會先是紅的 然後之後會長小疹子 小疹子完以後會長豆子或白濃頭 然後完了以後 它反過來又變成小疹子 然後它的紅就退了 因此在子頭性皮膚炎 酒糟或敏感肌這些的治療裡頭 我常常在一些網路上像PTT或DECAR這些 在回答他們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講說 其實你只要重建你的酸性保護膜 把你的腳質的卡殼 粘裂的堆積弄掉 至少你可以散熱 散熱以後你的紅就會消失了 這個是我們目前對子頭性皮膚炎 還有那個酒糟跟敏感肌的一些治療所提的提案 所以從剛剛第一段跟第二段講到現在 我們可以跟各位講 就是我們發現是這樣子 當你皮膚的腳殼很厚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比較悶熱的現象 其實你就好像 像這麼熱的天 你看穿皮衣真是 全身大汗 那如果你汗出的來 你就不會悶嘛 然後不會悶你就不會紅 那汗出不來你就會紅 這很簡單 所以怎麼樣去治療脂肉 怎麼樣去治療酒糟 怎麼樣去治療敏感肌 目前眾說分免 可是我們至少發現一個 很有趣的切入點 而且效果很好的 就是你去重建皮膚的酸性保護膜 當你能夠讓它出油出汗 那中間你可能會有一些排液反應 就是會有一些青春豆 代謝什麼 那你就是好好的排它 不要讓它產生額外的感染 當它能夠正常的重建酸性保護膜的時候 其實你的脂肉跟九招 就算沒有完全痊癒 基本上也好的差不多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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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